本分局昨日5月27日上午9点10分 接获民众报案 在南西区香蕉山青龙坑的产业道路旁 有女性死者 地上有大量血迹 本分局获报后及封锁现场 并请监视中心惨证 查女性死者是一个台中人 死亡地点离她的住处约100公尺 住处整齐干净 另外在城市地点也没有打斗痕迹 昨日18时在台南市地殡仪馆香宴 出判为外力造成的撕裂伤 详细的死因仍需等5月30日结果后才能确定 本分局立即以刑事警察大队 监视中心成立专案小组 从现场激震与死者的交往关系 做西部清查 全力侦办走